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次的荣音乐会 荣是我们的客户首席董小璐小姐特别为这个音乐会所取的名字 希望她可以融合大家的智慧 融合中西的音乐 让我们这个低音声部更加融洽地进行艺术的呈现 我们知道低音声部的单独音乐会 所以即使在西方的教学乐团也是比较少见的 它就比较熟知的是玻璃爱乐的大提琴乐团 它的合奏是非常一流的水準 但是在民族乐团 国乐团 或者是中乐团 华乐团里面 低音声部的专门的音乐会是非常非常少的 可是香港中乐团 自从我们的板膜共振 环保隔壶 低音隔壶成功改革之后呢 我们就尝试让这个乐器再融这个音乐会的平台 来展示它的一种魅力 所以呢 我们自2014年开始 2014 2015 2016 我们已经这是第三次 特别为我们的低音声部来举行这样的音乐会 那这里面的曲目呢 我们有特别请我们著名的 不论是内地的还是马来西亚的 或者是我们本港的作曲家 专门为我们的低音乐器的音乐会 为他们的这次演出或者上一次演出来写新曲 或者是改编新曲 这些作品呢 是非常好的表现了我们低音声部的这些 我们艺术家的艺术水准 也很好地表现了我们这个乐器的卓越的一种性 希望我们的观众喜欢 也希望你们大力的支持 我们的环保之声低音乐器的音乐会 谢观看 此后